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8月22日 阿特兰取胜5甩托 周日凌晨 新球技艺甲拉凯大幕 其中一场为托连奴主场迎战阿特兰大 双方实力差距玄珠 最近几次交锋时托连奴的城门屡次被阿特兰大攻破 本轮不妨看好阿特兰大轻取开门红 托连奴在上赛季一甲中最终已倒数第四名收官 可以说他们是上季一甲中表现最差的队伍之一 虽然得以幸运保足 但是经济球队的前景并不为人所看好 托连奴上季的军场进球数为1.32个 表现并不算差 反倒是后防线军场失球高达1.82个 防线问题不少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 休赛期托连奴没有太多针对后防线进行引员 却引入多名中前场攻击手 看来新任主帅爱阻力对球队的改造要从攻击端开始 不过队一支中下游球队来说 防守才是重中之重 就算想打防守反击 如果连手都守不住 又何来的反击呢 另外对拖连奴不利的是 近几季队中的头号射手比洛迪陷入离队传闻悬窝中 如圣彼得斯堡和马体会等队都对他虎视眈眈 这必然会影响到他的赛前备战等 相信在一切尚未尘埃落定前 主帅爱阻力不会放心使用比洛迪 反而是会重用新拿比亚 毕竟这位巴拉圭前锋在上季东窗加盟后的表现可圈可点 不过如此一来 球队的季战术打法和前场攻击手们的配合等都要重来 估计赛季初期托连奴的战绩不会太过理想 阵容方面 后卫安沙迪和前锋米利高等人因伤缺阵 阿特兰大最近几个赛季在一甲瓜起的攻击旋风算得上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虽然无法冲击冠军宝座 但是连续三个赛季高居积分榜第三位也是相当成功 以约瑟、伊利西、路尔斯、梅利尔和杜云、沙百达等人组成的攻击端火力异常凶猛 过去三个赛季 阿特兰大的军场进球数分别为2.03、2.58和2.37个均为每个赛季进球最多的队伍 当然,有所的必有所失 在猛攻对手的同时 阿特兰大的后防线也并不是特别稳固 所以今年休赛期他们重点针对后防线进行补强 球迷们也期待着新球季看到一只攻守更加平衡的阿特兰大 对阿特兰大有利的是 新球季守战的对手乃实力较弱的托连奴 而且托连奴也算得上是阿特兰大喜欢面对的对手 要知道,在双方过去三次对阵中 阿特兰大总共14次攻破托连奴的城门 近两次出征都林奥林匹克体育场 蓝黑军和共11次让赫红军团城门失守 阵容方面 后卫拉菲尔 杜莱和中场马顿 迪朗等人停赛受罚不能出战 后卫汉斯 夏迪宝亚和杜云 沙百达则有伤在身不能随队出征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